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说 Io设备向CPU传送信息的最高频率 每秒达到4万次 相应的中段处理程序是40微秒 问我们能不能采用这种中段工作方式 那当你遇到这种 问你能不能采用中段 或能不能采用DMA等等 这些工作方式的时候 其实它的本质是在问你 如果我采用了这种工作方式 那么我所需要占用的时间 占用CPU的时间是多少 百分之多少 当它是够低的时候我才可以用 因为我CPU不可能全部用来 满足你这个Io设备传信息的要求 我可能还要做运算 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遇到这种 问你能不能采用什么什么工作方式的时候 怎么做呢 你就假设 假设我们采用了 那么它所需要占用的时间 占用CPU的时间达到多少呢 百分之多少呢 这个时候去看 由于我们要满足它的最高要求 每秒要4万次 每次中段处理程序 又要40微秒 一成之后 等于这个 也就是1.6秒 现在是什么呢 相当于在一秒钟的时间 我们如果想要满足Io设备 向CPU传送信息的这个最高频率 那么我们所需要占用的时间是1.6秒 1.6秒 可能吗 就相当于 我这个在1秒内 我的CPU全部用来满足你这个Io设备向CPU传送信息 它也满足不了 1秒钟可以工作4万次 所以这个时候 铁定是已经是不可以了 好吧 招提讲解结束